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啊 少爷 夫人 天上飞在地上跑的 就算是土里埋的 咱都备齐了 好嘞 那海珍珠十串 杨枝玉酌四十对 一鸣中五十颗 你们都记好了啊 小姐婚事在即 大家都要盯紧了 迎亲的队伍来了 还不快帮忙 快快快给小姐梳妆 要说这新娘斑话 她最让人津津乐道 不仅是初衷的旺貌 出手的大方 还有她那引领潮流的时尚品味 堪称是大叶金城里的顶流 我来晚了吗 没晚没晚 刚开始呢 说起这新娘官谢麒麟 相貌才华那都相当的一般般 随着婚期的到来 百姓们莫不引颈期盼 只是大家期待的 可不许这婚礼有多奢务 大家想看的 是这婚礼是否能够顺利进行 我谢麒麟 正算孤独东老 也不可能跟你成婚的 新娘居然不是谢麒麟 怎么回事 这件梦怎么这么奇怪 谢家退婚了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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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穿拂过农堂 悠悠你送来抹香 泼墨蜿蜒 臂肩之上 此情最勉强 月色倾斜水中阳 情难自尽轻轻唱 你父亲也去悠扬 记载着我们 甜蜜时光 人间最轻轻轻轻轻唱 人间最情欢 看苍铃敬燃 此外看的万水千山 余生有你不惧风雪满满 人间最心安 人间最心安 遥远的呼唤 遥远的呼唤 可坠入你那道光环 人间最心安 尝尝有你不惧风雪满满 人间最心安 尝尝有你不惧风雪满满 遥远的呼唤 可坠入你那道光环 尝脱怀抱太难 醉到时光荏苒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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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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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好 你干什么呀 帮我看一下马 一样的马车 看来梦导的确实在这里 包子铺 蔬菜面 没错 谢麒麟就在这里 搬上去 跑 别跑 等一等 站住 有人跑了 怎么回事啊 谢麒麟 你往哪儿跑 站住 杜久 何时宣谎 是京城搬家长女搬香军在闹事 文化 难不成 这婚事又黄了 若这婚事黄了 那这搬香军 又可以继续祸害美男子了 我告诉你 我 谢麒麟 就算孤独终老 也不可能跟你成婚的 你 你别过来 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 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 我搬话来 也不是抓你跟我成婚的 啊 哎呦 这是来打人的 这下谢公子恐怕是 聊聊的 哎呦 谢 谢 麟 啊 啊 公子他是因为我 才退了班香军的婚约 班香军心中有怒气 便冲我来吧 请不要伤了谢公子 不要伤我云娘 有事冲我来 哎哎 这这这两个人啊 真是 这你情深哪 哈哈哈哈 还用手 这是要 帮忙圆阳啊 这是 这就是 本香军天生励志 才是双拳子 一个人过得也好生自在 若不是谢家求着我们颁奖 你谢麒麟能拍上我啊 你说谁呢 闭嘴 谢麒麟今日会赴我 只怕 他人也会赴你 这银子 就当做是 你让我看清这个男的谢礼好了 谢麒麟会赴你 银子不会 这钱你好生留着 以备不识之虚吧 那就祝二位 百宁恩好吧 不是 这个人是傻 为何如此眼神 好 你幽约此生潇洒 逃遥同居海角 这容颜 看成当前大义极品 你生不过刹那 不惧怕携手 攻他天地大 公子 赶紧挡住脸 早听说他以貌取人了 要是 你被他看上了 那可就完了 笑 真以为我没见过男人 你啊 既不温柔也不贤淑 实在不像女子 杜久 自古之礼法 从未规定过女子 便一定要温柔贤淑 眼下班香君知身而来 却占尽了尚风 甚至有趣 有趣 有趣啊 公子 这哪有趣啊 这女子泼辣凶狠 彪悍至极 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班香君 果非一般女子 都怪你 都怪你 还有你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这谢家根基不深 人品不好 你非得说行行 现在好了 这 闺女 你去哪儿了 学长先解离了 她她她她还活着吗 爹 娘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有些人做梦 能梦到将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就比如说 谢麒麟会退婚 带着谁 然后逃到哪儿去 我好像全都梦到过 夫人 闺女是糊涂了 一定是被刺激的 画画怎么了 画画 是这样的 画画 是不是很神奇 是是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是是 画画 你听娘跟你说 是这样的 在娘心里 这婚姻大事 虽然重要 但是你的健康快乐 才是重中之重 对对对对 是吧 这退婚就退婚嘛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是啊 能说得对 姐 天涯何处无男人啊 你看 新鲜到手都美男涂色 你看这哪个 跟我说 我抓一把他抓回来 姐 你看这陈安博样貌 简直甩解禁十条街 还有这陈安博父母都不在了 你嫁过去 没有公婆馆 多自在啊 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这老爷夫人 还担心小姐你受了打击 一个谢麒麟 还不足伤心 要是真嫁过去才伤心呢 对 明白吧 好 再让人被装吧 小姐 你还要出门啊 嗯 今晚还有安乐姐姐的赏剧宴呢 可 这今日之事 估计那帮贵女们正忙着嚼舌头呢 我觉得吧 要不 这赏剧宴 咱不去了 去 为什么不去 还要美美的去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即使我被退婚了 可我依旧是最美的那一个 嗯 牛包包 花盘 小姐 这些都是时下最流行的花点 你选选 我要牡丹 啊 牡 牡丹 可 这桃花牡丹 近来都是被那些贵女们 称之为俗气的东西 他们觉得俗呢 是因为他们压不住 可我班话 本来就是这么俗气的人 这女人呀 不是穿金带音乐多越好 而是东西一定要精致 你看我 平衣带着玩的那些 他们根本没见过 就说我是炫耀 我连自己的容颜都顾不上 哪有功夫跟他们炫耀啊 嗯 还等什么 梳妆吧 书中 班将军来了 快快快 准备啊 这会全谁上下 觉得一点都不能漏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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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送去 给吉福局的老板打压 一定大了败 听说吧 这班乡君又被通过了 班乡君应该不会来了 肯定在家呼唤了脸 哪有脸来 许久不见诸位 还是一点都没变呢 装模作样的多 真心实意的少 你还好意思来 本乡君行的端做的证 为何不来 反倒是 你们谢家交出一个 榴莲烟花向柳 跟人私奔的儿子 还要让我们班家赔罪不成 若非你声明无度 我哥又怎么会被吓跑 被我吓跑 他跑哪儿去不好 跑到青楼喝花酒 妹妹 说到底 你们谢家还是 怂 你 乡君息怒 谢麒麟若非跟人私奔 婉芸就成了你的小姑子 说到底 大家都是一家人 谁跟他一家人 姐姐 算了 咱们今日是来吟诗赏花的 那些不相干的人 我们就不理他 说谁是不相干的人呢 姐姐 华华 你终究还是没让我失望 到底还是来了 那当然了 姐姐邀请 听她我也得来 你们刚刚在吵什么呢 我 我 我 看谁敢娶她 谁说没人娶我 谁能娶你啊 天下第一才子 承安伯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呃 承安伯乃是大业第一才子 自幼便被皇上选入宫中 与太子办学 可是皇上眼中的红人哪 湘君不会以为 承安伯会看上你吧 诸位啊 有所不知 前几日呢 我刚好与承安伯相见 相谈甚还 他呀 侃侃而谈 身材飞扬 观其言行 定是倾慕于我 不许他就是承安伯吧 不知在下 何时曾与湘君一会 他真是承安伯 这一下可求大了 湘君果然不是一般女子 退婚可以不当事 这屋中生有这新婚事 反倒是信手拈来 他 凭你也配 承安伯是我的 有核心看了 承安伯真帅 想死人了 绝不能输给他们这副罪礼 看来 只能用我无往不利的大招了 容侠呀容侠 你好称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湘君 男女之情 曾可无中生有 一个大男人别那样小家子气 莫非湘君看上在下了 看上你 是你的荣幸 这 好吗 博弈 您再好好想想 我们 一眼万年 一切 尽在不言中 在下实在没想起来 兴许是相军误会了 好 蟹炎已经备好 还请诸位稍作歇息 一步验厅 这脸都被打肿了 还有河野面再去吃蟹呀 今天未曾邀约 薄爷怎会来我府上 见过安乐公主 圣上托为公主带来上好的金丝举与诸兴 有劳博爷了 那就请博爷跟我们一起品谢如何 谢公主盛情 但在下尚有要事 只能期待下次了 我这就派人 讲话送到后院去 我就接下来 我们一件事 不想 既然遇上了 就让我好好接着气 公子 我们走吧 别怕 反省博业让路 是 那到底什么意思呀 刚才在花园让我难堪 现在挡路不让我走 我到底哪儿招你惹你了 我改还不行吗 伶牙俐齿 怎么张嘴就咬人呢 闭嘴 保读诗书 通晓人文 还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可你呢 刚才见一个弱女子 那么被欺负 你都不帮我 我都这么求你了 还不帮我解围 你知不知道救人一命 生造七迹葫芦啊 浮屠 湘君 在下今日突然至此 若为湘君带来不便 实在是万分抱歉 晚了 其实 湘君今日之危 在下却有感知 只不过 在下自诱读圣贤书 实不善说谎 还望湘君见谅 带图蛾 还精成第一才子呢 不过是须名而已 不如湘君的名声实在 我什么名声啊 大家归秀 不拘 小杰 让开 当我吃螃蟹 读书人 没一个好东西 读书人没一个好东西 班华 班祥君 爹 娘 兄长 虽然当时我还年幼 躲过一劫 但灭门之仇 孩儿一刻不曾忘记 怎么这是 你们是干什么的 让开 打打 你们干什么 我 娘 爹 娘 请你们相信我 真相永远不会震惊 接近搬家只是孩儿计划的第一步 当年之事 我定会查清 让金宁之人 还我们荣家一个公道 公子 接下来该如何 顺势而为 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砸了幸福去 对 让我们交通献起林 交通献起林 对 走 班家人来了 我去通报老爷 快把门关上 行谢的 我知道你在里面 兄弟们 上蛋 走 走 下起林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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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起林 出来 老爷 老爷 这找到了吗 没有啊 没找到啊 这可怎么办哪 进去了 老爷 还等什么 终于跟他们偏了呀 不行 不行 再忍忍 大人 你给我滚出来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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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胡闹下去 我就跟你拼命 来人 你给我出来打 打 上你们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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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班香君到 居然还有脸来 中秋肥腺 人间佳品 正好用来堵嘴 你 来 画画 吃姐姐的 谢谢姐姐 谢姑娘 当心吃 小心割着牙 班香君最近瞧着 好像清减了不少 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若是有什么事 可千万不要憋着 气大了伤身 惯如此盛业 哪来的闲杂人叫舌根 这是李大人家的女儿 李小如平常都在一起 怎么会是闲大人的 或许是呢 这李姑娘呀 穿得太肃静 我这人向来爱热闹 不起眼的人啊 压根记不住 乡君身份贵重 何必为难小如呢 姐姐 你还别说 这蟹巴劲 用得倒是挺趁手的 陈安博心思细腻 早给我送来了这批银钱 螃蟹的壳 又保又寸 还是手包好 根本用不上蟹巴劲 若是没记错 这批蟹 也是陈安博 遣人运来的吧 我就是仗着自己的祖母 是大长公主 在这儿要我扬威 姐姐 祖母最近很想你 不如过几日 你陪我一起 回去看看她 好啊 幼稚 找到谢麒麟 看我怎么收拾她 没有 没有 没有吧 谢麒麟 你们 班怀 我跟你有什么仇 有什么愿的 你这么对我呀 班怀 老王八 今天我先放你一马 改天给你算账 听见没有 喂 花儿 快走 快走 快 呸 班怀 你们 这些强大 别留我忙 我饶不了你 爹 娘 好啊 奉天成月 皇帝诏曰 自靖庭侯班怀 目无王法 德行有失 金被查实 即日起 罢处爵位 撤回奉路 连坐家族 家财查封 上缴国库 搬家上下 贬为庶民 赫 惊 这些罢回家 失败了 要不怕 快 白海 蓮 脖是 爹 爹 娘 我孟姐 咱们家被抄了 你们都被抓了 吵架 谁那么大胆子 敢动咱们搬家 不是 你说我们都被抓了 那你呢 我 我跑了 跑 好 真不会是我姐 一个人跑都不带我一个 重点不是那个 重点是 我梦见了谢麒麟眼瞎了 瞎得好 不愧是我闺女 连做梦啊 都不放过他们老谢家 谢谢你活该啊 真是好闺女 姐 你这肯定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你先别气啊 到时候我见她一次 揍她一次 花花 别担心啊 这梦呢 通常都是反的 娘 这退婚的梦就成真了 这要是她眼瞎再成真 那 那咱们 别怕啊 这除了皇上 还有谁能动咱们家呢 就是啊 不还有你祖母在呢吗 就算皇上不给你爹面子 大掌公主的面子 他总得给吧 不怕啊 华华 怎么跟他们说不明白啊 这你要是想忘记一个人 难道说我想多了 那就得找一个新的 算了 算了 小姐 这燕窝还没喝呢 还 还很多呢 我 你去呀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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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爱卿平身 今日上朝 朕下 你这额头是怎么了 陛下 臣罪该万死 何罪之有啊 臣无能啊 臣护不住 陛下遇刺卸架的满门钟拍扁呢 岂有此理 是谁偷了满门钟 不是被偷的 是被砸的 好 这真是真事啊 你怎么看呢 真砸啦 这谁这么大胆砸啊 陛下 您看看 我记得我没砸门边呀 这是谁砸的 是班怀父子 和一帮流氓土匪 丹槐这是怎么回事啊 陛下 他的儿子退了华华的婚 找了一个青楼女子跑了 华华一气之下 便无了踪影 我们担心她是去了谢家 怕闯出大祸 才带着人去拜见谢伯爷 可谢伯爷就是闭门不出 陛下 微臣做了错事 这事人要怪 还是怪谢伯爷吧 你 陛下 好了好了好了 陛下 陈安伯 你向来行事公允 这件事你怎么看 回陛下 假若臣并未记错 当初提亲的是谢家 而如今单方面退婚的也是谢家 失信毁约且先不说 更有损相军明解 若要计较起来 确实谢家不仁不义 搬家父子气血上头 也是情有可原 陛下 陈安伯说得对 可 可他还砸坏了 皇上遇刺我的圣物呢 行了 这件事 朕心中已有定数 尽是按公子安排监视搬家 果然有些异常 皇上不仅没惩罚搬家 还欠人送礼车晚物 至敬廷后府 看来 应是大长公主出手了 没想到皇上 还是如此地忌惮大长公主啊 当初若不是大长公主 与其夫君班大将军 一路辅佐皇上 如今的大夜江山 恐怕早已被他人夺走 公子 公子 说吧 查到了什么 属相明察暗访 终于找到了一名 谢甲归田的搬家旧博 原来 当年班老将军 竟然是中了毒 才卧病多年 可有查到 是如何中的毒 传闻甚多 却无实证 公子 您说这事 会不会和皇上有关心呢 若真如此 只怕当年之事 与虎府也脱不了根系 圣旨到 谢成岩之子谢启麟 见义思迁 其身不正 毁皇戚之约 得行有失 罪不可恕 即日起 罢处共生之名 不得参加会事 钦此 截旨 谢万岁 启麟 赢了 是 船 质 仔 沿香蚁 还有那离颗窗 到时候 连一匹橙块的布都买不起 只能穿缝缝缝缝的破蚂蚁 这万一再遇到谢婉约 石飞仙他们 妹妹们 上 东方住手 你干什么 出什么事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姐 咱们家可千万不能被抄啊 不然 我还不许死 姐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城东开了一家新茶楼 不如我带你去品茶吧 对啊对啊 小姐去吧 对对对对 没心情 姐 这可是母亲给我的任务 说一定要带你出门去散散心的 不然就扣我这个月的银子 你就去不下嘛 不过两个时辰 一个时辰 嗯 去撕散心吧 小姐 行吧 还是解头 来来来来 坐吧 爹梁呢 爹 我告诉你啊 这是关系到你姐的婚姻大事 不能出错 你要是办不好 看我怎么收拾你 哦 他们对你的梦特别上线 茶饭卜司正在讨论呢 嗯 真的吗 是的 还好研究研究 嗯 走了走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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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姐 说那散心该开心一些 闭嘴 你看这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的蓝天白云 再啰嗦我回去了 我闭嘴 容府 这不是去茶楼的车 你敢骗我 不不不 姐 前日 车安伯在朝堂上 为我求情免罪 爹让我来送礼致谢的 不行 你看 我这礼物都准备好了 不过就一刻 咱送了就走 自己去 姐 你不敢去 难不成是喜欢下车安伯了 你乱讲什么呢 那 那你就是怕 你就是怕见到他害羞 你 我 等等等等 不就就是喜欢了 跟我杠上了是吧 这就去 你 我 请 二位请稍等 我去请少爷 来 来 住行下 别 住行下 相君今日 怎会来我府上 这人虽讨厌 但还真是好看 只愿青蛙海滩盛夏 小轩烹茶茉莉花 情歌唱把烂弄琵琶 总是他明媚中细笑怒骂 流眼中下飞入人家 心愿意马梦中刹那 晴空秋雨下 人间清澈喜千花 有心碧如花 与你有月此生潇洒 贪知光阴拂去尘擦 一句话当秋雨 他无牵无挂 有天下恰少年风华 欧离彼岸无天无法 逍遥通去海角天涯 将葫芦一生不过刹那 不惧怕携手攻他 天地打 不惧怕 与你有月此生潇洒 贪知光阴拂去尘擦 一句话当秋雨 他无牵无挂 有天下恰少年风华 忘记彼岸无天无法 逍遥通去海角天涯 将葫芦一生不过刹那 不惧怕携手攻他 天地打 不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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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惧怕